大家好,現在是十二點鐘,上午五一路凍節 再一次祝賀大家節日快樂 今天我不會出街的,都是在家裡休息 在自己的自家花園做節目 現在這個熱頭非常之猛烈,很曬很曬 我不得不在自家花園樹蔭底下 繼續做這個譚天雪地第四輯節目 早三輯我已經分享了出來 現在依然是第四輯節目 真是很開心在這裡做節目 在這個五一節,這個特別的日子 更有一種不同的含意在這裡 就是特別的 雖然說,我很多時候都是,就算不是這些節日也好 都會有時間都會在這裡做節目 甚至有時做成十七二,十七三,十十都有的 但是現在更加什麼呢 那就是藍天白雲的,熱頭真的非常之好 真的藍天白雲 那麼,感動的時候呢 我看窗外呢,已經是 就是我住那裡的窗口,剛剛對著那個太陽 它可以照射進來 那整個房間都很光亮 所以我很多時候知道,大概,洛杉磯是什麼天氣 我是語言傳傳,我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如果是陰天的話呢 那我室內的環境,那個光線度呢 都是暗的 所以因此呢,就是 就是,住了那麼久在這裡啦 就是,這些這樣的場景,我基本上都是OK的啦 講這半鐘呢 就,到現在呢 都,不知不覺呢 就是三個小時的 那都不用說一定是出去喝茶的 但是,在家裡呢,同樣都是 一樣是這麼開心的 那可以做節目 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實,就是真的 其實,一個人呢 如果當你自己是充實的話呢 其實呢,就是 就是,不在什麼環境下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上呢 你都會感受到 那種愉快的 一種感覺在這裡 所以,人的心境是很重要的 那,你看看吧 我就是在室內而已 或者我在我自家而已 我沒有出街的 那,這間屋來說 我不知道房東的家 有沒有人 或者什麼 我都不知道的 反正我就是覺得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那種興趣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 我自己可以做一下 自己的節目 可以在這裡聊聊天 那,所以 可以感受到 即是說 遠方的親人 幫助親朋好友 的一種 調良溝通的作用 當然,現在呢 就是大陸 已經是5月2號 凌晨的3點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 進入夢鄉了 那,我就在洛杉磯 那,我就在洛杉磯 那,就是繼續做節目的 那,現在是 那,現在是 大陸那邊 一份醒覺 那,打開朋友圈 那,都會看到我 今天的節日的 那種節目 那,你看多開心啊 所以,我覺得呢 我覺得呢 就是 我這樣做節目呢 就是 一種 很好的記錄 就是 我在洛杉磯 每時每刻的 那些生活上的動態 可以大家都知道 了如自掌 當然上班也好 休息也好 就算我做些什麼都好 我都會用這種 時憑的方式 去幫大家 有一種 溝通的 所以 應該 應該不會陌生吧 對我 雖然我離開廣州 已經是 將近六年時間了 但是 現在 這兩年時間 就是通過這個 這樣的視頻來說 真的 非常之非常之好的 可以 可以說 每一天 我能夠做到視頻的 基本上都能夠 看到 就是 所發生的什麼事情 甚至自己 是怎樣的 都可以看到嘛 是嗎 起碼給文字 照片更加生動 更加是有意義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 就是要WiFi 或者要流量 這樣東西 可能有時候就是 這一點不足 但是隨著我們中國的 科技的強大 又5G的華為手機 所以 那麼 以後的網絡 就更加 慢慢慢慢 就是 方便 那麼 我相信 很多東西 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只要 在 我能夠繼續這樣 每一天 都通過這個視頻來說 幫大家 去 去做節目的話 我們 無論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都可以 很容易 這樣 去 及時 去 了解 了解 我的 一種 生活上的東西 幫忙動向 今天 我是洛杉磯記者 明天我會去 夏威夷 或者回到 廣州 但是這個視頻 永遠是不會間斷的 每天都是有新的節目 新的 更新的 所以 就是 嗯 永遠 永遠 慢慢變老 慢慢 去 去 什麼的 真的 通過這個 每一天的 去做 都是一種 一種 就是 不會 應該 應該不會陌生 不會陌生 對不對 雖然 真的 我最好的朋友 都是在國內的 所以 我自己就是 已經單身地 在國外的話 已經 有了這些 這樣的視頻 有了這些 這樣的寬帶 那我 我覺得你就是 心裡上有一種 非常安慰感的 因為 這個是一個 十分之 迅速的 一種 視頻 比如說 今天 我連續拍了 這個第四輯 都可以分享出去的 你可以隨時隨地 什麼時間 哪怕 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看到 真實的 我的 出現在 都可以看到 就是 招一分享出去 全世界 你在哪裡 你要打開手機 而且是 非常之 非常之好 你看 你可以用手機去看 不是叫你用電腦去看 電腦當然方便 要打開電腦 哪個人會 經常拿著電腦去走 但手機 是可以隨時 拿在手上的 拿在手上的東西 就是容易 可以看到 我所拍的節目 所以這件事 真的 這個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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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來的 其實 我現在都是 拍視頻的時候 總是 都把這個 這樣的 相機 當成是我兄弟 一樣的 我都去 在這個 視頻面前 幫他聊天 就是 當是一種 朋友 那種方式 所以我 看到 我面前這個 這樣的視頻頭 真的太可愛 太愛愛 他真的很忠實地 去記錄了 我所說的 還有 我所說的 每一句話 我的影像 絕對不會圍鬧一句話的 原則原味 而且 我也是 所拍的節目 我也是不會將它剪輯 全部都是 一氣呵成的 沒有說 哪樣該說不該說 反正說錯也好 口誤也好 就是那些口誤 說錯也好 我都是希望能夠 真實反應 真實的 一有東西 因為我喜歡 真真實實的東西 雖然不是說百分之一百的 很多事情 有人事 有什麼 但是 基本上 今天所發生的 事情 就是 在這個視頻 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 看得到 至少 視頻 這個視頻的紀錄 你說 會不會 有些 什麼虛假 沒有 我就是我 當然 有一個 刺我的人 就是在這裡拍視頻 都不奇怪 也有 相同的 樣子 都不奇怪 因為世界上 因為有七十億人 世界上 地球上 有五十多億人口 所以 什麼 現在 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 聊到 已經是 聊到九分鐘了 OK 今天聊這麼多 第四集